新加坡文化遗产节 文化遗产节的策划经理 那是龚潘派龚小姐早安 另外是咖啡之旅活动讲解员 那是林永元早安您先 还有就是 黄天鹏那是来自 刚州会馆的会员早安三位 早安 说说这个文化遗产节 我们现在说对你们来说 你们过去有这怎么样回忆呢 过去啊 新加坡的过去 对新加坡过去我们其实每年 都这是第十届了嘛 所以过去我们也是有 差不多有一些主题 就是关于我们的文化遗产 就比如说过去人是怎么样 就是婚礼啊那些东西 然后现在人又怎么样 进行这些同样的这种习俗 然后我们又是看 希望我们未来 有什么样可以传承下去的 这方面的 是啦那是从工作的角度来干 那你自己本身呢 对新加坡的会议 对新加坡的会议 其实我小时候就可能 因为我们是八十年代的嘛 所以我们的会议就比较 就有些可能比较简单的游戏 我们还是玩就比如说 什么游戏 Zero Point啊 Zero Point啊 就是跳那个橡皮筋 然后还有就是 有玩Five Stone啊 然后看南的那些同学 也会玩那种 那Marble啊 是 弹球 弹球 对 你知道其实就是八十年代 在更更以前 就是从八十年代以后的 可能他们都是玩电脑游戏 对 但是可能就在八十年代 就好像你自己本身 都是玩一些比较容易 比较简单的一些小小的游戏 对小学的时候是这样 然后中学就开始有一堆 比较多的电子游戏 比如说Tamagochi 就是对对对 开始就很疯 还有那个叫什么Gameboy 还是什么 对对 那种电子 早期的那种电子游戏 这些都是我们的回忆嘛 对 对 林先生你自己本身呢 新加坡 我不是八十年代 我不是八十年代 我七十年代的 所以就是年纪 就是回忆比较早一点 不过当时我做咖啡的 那就是早期的 最早期的回忆 就是跟我婆婆 去咖啡店 吃传统早餐 这是我最早期对咖啡有的回忆 就是看到 就是我婆婆就是会 加一碗豆花给我喝 她自己加一杯Gobio 然后小时候的我 海底时候的我就记得说 看到我婆婆喝那杯Gobio的样子 就觉得 应该是很好喝的事 结果小时候去喝的时候 就硬要喝了一口 结果喝了一口之后 苦涩味 她现在还记得 所以印象深刻 对不对 就是我身上第一杯咖啡 后来就开始自己本身 也对咖啡有研究了 是 婆婆的影响而已 黄先生 有什么回忆 我本身也是 我本身也是 小时候一直打架吧 你竟然带了两把劲 你知道吗 小时候就 那个 一点一点难免 比较顽皮 不过我也是本身比较 偏亲爱 这个传统的咖啡店 就是咖啡 因为 小时候 爷爷每次带我上学 那我们会吃早餐 我还记得就是 他会 叫那个伸手蛋 伸手蛋 放在那个咖啡盘 吃完之后 咖啡倒下去 心窑的表演 那些东西 是 对 所以其实除了有这个购物商场之外 我知道新加坡也有很多个活动 很多个不同的地点 其中有很多的会馆开放的 这一次也是会参与 对 那刚中会馆其中一 刚中会馆是 你们准备来些什么活动 让大家去了解 那刚中会馆它历史很久 成立在1840年 最近已经173年了 那 刚中会馆在新加坡是比较 少有的一间比较像武馆的会馆 所以早期的活动 比较活跃的活动就是 武士啊 武龙啊 练武术啊 唱乐剧啊 我们有这个飞车队 飞车队就是 其实其实那个 对对对 是吧 现在啊 就是我小时候听到飞车 我也是以为那个脚车会飞出来 哈哈 不过它是 它是其实是那个脚车的特技 杂技 在这个60年代 其实非常活跃 不过因为就是 经过时代的变迁就越来越少人 所以你自己本身也是从小就在会馆里头活动 到现在 我爷爷 飘洋过海过来的时候 就已经是会馆的成员 那我爸爸也是 你爸也是 那我就 跟着耳膜加入 就是就是 其实我觉得他今天进来的时候杀气很重 你知道他带来了两把刀 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先说这 文化 文化 什么文化 遗产文化继承呢 是 不是武力啊 哦 你看这把刀是 这把是 我们会馆 你你要不要站起来 对 我会一下 看你们没有那个架势啊 看你们那个架势啊 哇 你看 这类的兵器 其实在 我离你远一点 中国 已经 应该是几乎停止生产 肯定不是15字 你看 我再听他说过 几乎已经停止生产了 那在我们会馆 这个 这些兵器是多数拿来 是 就是 呃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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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外头的这个 课文 这些是 这个是 呃 就是 有中国人嘛 就是喜欢克隆啊 克服啊 特别是 武术界的人 首先我想问一下 就 习武 对于一个人去认识 记忆的传统文化 这方面 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呃 那我们 呃 先从这个传统开始 传统武术 对不对 传统武术 它有它的故事 对不对 啊 呃 呃 早期 呃 飘来南洋的 那个中国同胞 多方面是 那个南方 嗯 就很多这类 呃 传统的武术 它背后有故事 嗯 好像呃 呃 钢州嘛 对 古钢州 就是 其实现在叫新晦 钢州已经不在 不在地图上 哦 那我们在 时常在电影 看到的一些英雄 好像比如说 黄飞红啊 呃 呃 这个永春 梁 的耕耘 对 那我们可以吸取一些 好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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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